哈喽各位 亲爱的关注老爷们你们好呀 我是面包 时隔三个月我再次回到了泰坦的世界 这个模组真是我的一难评啊 上次因为操作不规范导致炸打 挺可惜的 没有击败最终的凋零泰坦 当然这次就不会了啊 毕竟是新版泰坦嘛 0.57测试版本 咱们一边发展一边说吧 新版泰坦和老版相比 稳定性有很大的提升 基本不会出现崩断的情况 现在使用的版本是1.7.10 没记错这是模组的最后一个版本 据作者说圆码丢失了 无法更新 但是他准备全力开发个新新版泰坦 以1.1 2.2为基础打道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和大家见面的 回归主题啊 今天运气不错 开局几分钟就有X装备了 新版泰坦前期是非常安全的啊 因为新增加机制了嘛 需要击败凋零和莫勇龙两大原版boss 泰坦才会苏醒 也就是正常在主世界和下界刷新啊 我也是做足了功课才给大家录置底 嘿嘿不爱 然后我们第一期啊 定一个小目标 把鲜鱼桌做出来 然后赚他个一个亿 也不算什么难事是吧 真男人垂直往下挖 先者之时需要三种材料啊 分别是钻石 红石和银石 因为咱们开局就获得了X光稿嘛 这晚上就等同于高耐久的钻石稿了 而且挖掘效率还高 原版物资除了基岩 啥都能挖 也是给我们省去了不少时间啊 然后咱把刚才的矿物都拿去烧一下 准备材料 这个整合里最烦人的就是矿石怪物 但最有用的也是他 就比如咱们挖到基岩层 一顿连锁就有可能爆出基岩怪 把它打掉就会获得基岩 可以参考我三个月前的视频啊 但这样搞就没啥意思了 话说这个塔是哪个模组里的呢 居然有现成的黑钥匙啊 都省就我找岩浆浇注的时间了 非常地良心 行了 一切准备就绪 进军下界挖银石 这红莲格斯拉一直在旁边叫 等我做出太坦装备 第一个起局的就是他 OK 材料都凑齐了 回家制作一行 转化桌这晚上我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 毫不夸张的说 闭眼睛都能整出来 OK 这些自带EMC值的东西 全部都堆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没来得及烧的矿 咱们用闲者支持加煤炭链纸 哈 这个效率比中炉快多了 要是再有个叠加模组 那就更无敌了 可惜1.7.10木有啊 然后刚才我获得了一些幸运箱 里面包含材料矿石装备武器啥的 至于它的钥匙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啊 3个木棍加铁定 合成配方过于简单 不禁怀疑这玩意是撬开的 来吧 一共7个箱子 看看我运气如何 第一发 皮革帽子 第二发 木斧 第三发 What the fuck 虽然这是来自后期的自信 但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是开出来的 怀宇之配之剑的哥们 无限的伤害 虽然在泰坦面前毫无任何作用 但它可是无尽贪婪最强神器药 我这么轻松获得了 我敢这么轻易相信吗 这个东西价值一亿两千万 正好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虽然品质对它来说没啥作用 但神器两个字和它非常的般配 必须得搞出来是吧 啊 死过瘾 行了 这下就满意了 幸运小说这玩意 真是能给我带来无限的惊喜呀 说不准里面能开到啥东西 以后开我就应该左摇两下 又摇两下 再大喊一声福建烤老鼠 buff点满了 说不准又给我来把神器是吧